好,我們今天要上的是莊子的雜篇 第31篇的漁府篇 這一篇我好像為了對付它 之前都已經不知道先偷跑了多少個點了 然後呢,做課綱的助教 等到下了課之後,我大概就會說 你今天講的話,你不覺得跟之前的課完全重複了嗎? 讓我大概會有一點尷尬 因為這個,我收益普篇要處理的一個 我稱之為代償反應 英文裡面的compensation這個主題 我就覺得是需要的人就是 可能我說講很多很多遍都是不夠的 可是呢,對於不需要的人呢 真的是這些話,覺得聽了很煩啊 就是跟你的人生沒有關係 那我這也是重複到第四遍了吧 就是這句,這句剛剛說的話 我也就是說這個篇章呢就是 就是有些同學很可能是完全不需要對號入座的 可是,我們的生命裡面如果有一點點地方 在這個地方會對號入座的話 處理起來就會很麻煩 然後呢,我教這個課,教到現在 我心裡面也有一種很無奈的希望 就是會想說,這個課是不是一個會讓人有點消化不良的課 就是,我覺得莊子這個學門到底是太過度的理性化 我覺得有這個問題一點 也就是說,莊子它的整個的邏輯什麼都是非常細密的 所以,相對來講 我常常會覺得,我在我的課堂之外的時間 一個禮拜之中,遇得到的人 什麼家人啦,親戚啦,朋友啦,等等等等 我幾乎不會有任何機會跟他們聊到莊子的內容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我這樣講也是很驕傲啦 就是說,我覺得他們的理性沒有發展到可以碰這一塊 就是因為莊子裡面那個邏輯,鬥得是很精巧的 那如果你平常不是邏輯,就已經發展得很好的人 其實聽這個東西根本就不知道聽什麼 所以我自己一直感覺到這個課堂有這個層面的風險 因為我不太確定我的,我們班上的同學們 來到這個課堂之前,這個理性思考的能力大概發展到什麼程度 當然我說我很無奈的希望就是說 我想應該消化不良的同學,現在都已經退班退完了吧 就是可能現在會留下來的應該是比較 還能夠跟這個課程勉強可以說是同步同調的 那這個,我之前在課堂也一直在講 就是說莊子這個學門真的很可惜 就是它是有一個精英主義的調調 這本書講的東西我覺得在我的人生感受裡面 我覺得都是非常實在的東西 就是我們生命之中的的確確會接觸到 的確確要靠這個樣子的方式來解決的 很多看得見的、看不見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切身的課程 可是,首先我們在課一開始的時候就說 莊子他的整個的寫作方式是用象徵符號的暗喻法 在說他的道理 沒有一件事情他是很清楚的在講明白的 然後他如果在講任何道理的話 他基本上都有一個設定 就是不希望再給人多建立一些什麼觀念教條 他希望他講的道理是能夠洗刷我們已經有的觀念教條 所以他的語言都會用一種非常的負面的方法 去處理、碰觸很多東西 可是我們頭腦有的時候真的是比較簡單 我覺得大部分我在這個課堂之外 遇到的我的朋友們或者家人們 好像都會比較喜歡一個答案就是 你怎麼想就對了啦,你怎麼做就對了啦 對不對 就像現在我看到那個什麼 電視上面請幾個專家來的訪談節目對不對 那些專家也都會叫你說 很多啦,我不敢說以往全部把他們都抹黑喔 就那些專家也會說 所以你跟你太太相處的時候 你就要多體貼他才對啦 怎麼樣就對了怎麼樣就對了 就是丟出一些非常單純明快的招數 然後大家就可能在一般的觀眾看起來會覺得比較好用 那可是莊子呢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好像在面對這些比較單純明快的招數的時候 在要我們去反省 我們出了這個招的時候 內力到底有沒有雜質之類的問題 就是我們出這一招的時候 我們到底動機在哪裡 是我們出這一招的目的是因為我們在恐懼 還是因為我們這樣做我們真的很快樂 等等等等的 比較是更內面的內心的過程 如果你根本不太喜歡跟你家的小孩相處的話 那你愛小孩你一百招也沒有用啊 因為你不喜歡這件事啊是不是 就是這東西是要內心的 而在這樣的內心過程裡面啊 首先是我覺得因為今天要帶到這個 一下子從內篇跳到雜篇去 這個余甫篇呢你可以說它的文字的尖色度 比內篇要淺白很多 也就是像內篇的話我好像都原文讀一句 解釋一句 余甫篇我都直接就白話講就好了 我都不想讀原文了 因為已經它的白話的程度 已經讓人覺得不像是莊子寫的了 就感覺好像是學生補充的故事這樣子 有這樣子的感覺 可是呢 因為我們才上完第二篇起霧論 就這樣跳到第三十一篇 所以我覺得我之所以要直接跳到這三十一篇呢 是因為我覺得它跟起霧論有很多東西是緊密結合的 所以一起講在吸收上會比較好 可是呢一下子跳到三十一篇我們也差了第三篇 第四篇第五篇第六篇那些所有的東西 所以讀起來可能會還有一點東缺西缺的感覺 因為雖然我們之前花了那麼長的時間在講奇物論 然後一再的跟同學強調說是奇物論的修煉是多麼多麼的重要 但是莊子的功夫單靠一個奇物論也是練不太起來的 還有後面的篇章其他的內容都要一起學起來才行 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那我要說就是我自己覺得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 絕大部分的人我根本不會跟他聊到莊子 所以我因為我非常有一種很清楚的感覺就是跟你聊這個幹什麼 你聽了你能怎麼樣 或者是說這句話我講得清楚嗎 就像從前我有很好很要好的朋友問我說 欸 姐莊子在教莊子 莊子講什麼 我腦中浮現那個OS是有一個叫人間四月天的那個連續劇的一個片段 就是後來林輝英不選擇徐志摩然後嫁給梁思成 然後梁思成在輪船上問他的老婆 那林輝英好像還是周迅演的 然後說請問你你為什麼要選擇我呢 然後那個林輝英就說 思成這個問題的答案很長 要用一輩子的時間來回答 你要開始聽我的答案了嗎 我覺得內心的OS是林輝英的那句話 就是說莊子在講什麼 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很長 要用一輩子的時間來回答 所以我現在不敢開始答 就是太重的承諾了 所以你知道莊子 所以我就覺得一般的莊子的外孩 可能對道家就有一個很簡單的虛偽的標準答案 道家就是逍遙 逍遙就是快樂 就是 怎樣就怎樣就可以了 就是大概這個程度 大家心裡面也很能夠 就是篩掉自己的 不知道啊 日子也就可以繼續過了 就是 會有這樣的為難之處 那我覺得 那講到這個余輔篇裡面的這一塊 我覺得 在我來講 就是覺得這是 我的人生裡面 一直都會犯到的錯誤的大蹤跡 就對我來講是 非常非常有反省功能的一塊 但是 每年反省 每年都還能夠抓到自己修煉的漏洞跟罩門 所以 以這一篇的修煉來講 我也不得不說 我一直也有很大的無力感 會覺得 心理上面會感覺到某種程度的疲倦 那麼 講到這個代償反應 我會覺得 因為漁府篇的這個內容 就是 孔子在教書的時候 有一個老漁夫 那個現在看日本漫畫的人會說什麼 亂入了 對不對 就是胡亂的 闖入了他的教書的場域 然後呢 孔子呢 就 想要請教這個老漁夫一些事情 然後這個老漁夫呢 就跟孔子講一些 然後發現孔子聽不懂 然後 然後 他就 沒有辦法再講下去了 就幾乎是被孔子嚇跑的 然後就 就像逃命一樣 就好像水中有大白沙的狀態 然後就 狂飆而去 就是明明是趁著一根船講的船 也可以好像是那個賽船 一樣的就跑掉了 然後孔子呢 追之不及 然後就 那一腔的怨氣 就回頭去罵他的學生 然後罵學生的時候 就說這個老漁夫怎樣怎樣 你們根本不懂他 可是孔子講的那一大堆怎樣怎樣 跟老漁夫講的東西 也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這整個故事是在講一個無效的溝通 那 連 人類之中的這個 聰明才智極高的孔子 好 當然就是 莊子的童話故事的孔子 遇到這個老漁夫 老漁夫都 完全覺得朽木不可凋野 然後 棄他而去 那 相對來講 我覺得漁夫篇的這個排他性是很重的 就像我看漁夫篇 說來讀久了 因為自己檢查太久了 所以眼睛啊 也練得很簡 所以我看到別人 泛到這個漁夫篇裡面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 會看得很清楚啦 但因為我自己有這樣的毛病 所以看別人特別顯得眨眼 這是盡親憎悟嘛 對不對 就是 可是呢 當我看到別人在很嚴重的 踩著漁夫篇裡面的地雷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候 我坑都不敢坑 因為我覺得 我說了你一定不會認 我說了你一定不會認賬 所以就 會 會變成這是一個 我平常跟人相處的時候 最不會亮出來跟人溝通的篇章 可是呢 關於道家 道家說人要做真人 對不對 練功要練真理 對不對 那如果你不絕於普篇 不把這個假的部分去掉的話 那我們的人生會變成一個很不可愛的狀況 就是我們很可能一直以為自己是在追求著一個好的願景 那這話也是重複N變了 我現在講都覺得糟糕學生要開始辦理退廢了 就是我們一直在努力追求一個好的願景 可是我們卻把能量灌注在壞的東西上面 那這是人類的人生裡面我覺得非常非常可憐的一件事 不是說你可憐 我覺得我可憐 就是因為我常常犯到這樣的錯 我已經犯到我這輩子真的怕到了 就是我之前在鬼扯那個什麼 測不準定律的時候不是講嗎 說什麼就是在科學的領域會發現 原來是一個波動一個能量的東西 你如果注意它它就變成一個物質給你看 而且你注意哪裡那個物質會出現在哪裡 所以一切的現象都有可能是因為你如何注意它才呈現出這樣的現象 這是以一個物理學上的一個很不可思議的現象來講 那這個東西呢如果我們要換算成這個神話 童話故事的象徵物的話 我也曾經跟大家提到 就是那個希臘神話裡面常常有的那種故事情節對不對 有一個國王收到一個預言 然後這個預言者告訴他你後來會被你的外孫殺死 所以他把他的公主跟他的小孩公主的小孩都一起流放 然後後來流放出去之後果然就變陌生人 然後後來就被殺死了 也就是任何一個就是童話故事裡面大部分的主結構都有一個能量上的必然 就是出現了一個預言 然後相關的人就盡全力去避免這個預言成真 對不對 然後但是呢就是因為他們這些所有避免這個預言的手段 讓這個預言成真 是不是 這是童話故事裡面的一個必然 一直到最新版本的哈利波特不是也這樣嗎 佛蒂摩得到了一個預言 說哈利波特將來會弄死他 然後就拼命要弄死哈利波特 跟這個沒什麼 本來沒什麼是一個小孩結下的樣子 對不對 然後最後果然被弄死了 就是 這樣子一個結構 那 更普世的一個預言呢 這個同類型的神話還有一個什麼 就是 不要回頭看啊的神話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比如說 希臘神話裡面 有一個 呃 天秦座的神話 對不對 那個譚樹勤的 那個男生 他的太太 不小心 什麼 吃壞肚子死翹翹了 還是被蛇咬了 對不對 不是吃壞肚子 吃壞肚子的是佛陀 啊 那就 然後呢 死掉了 他就到明王黑蒂斯的 弟弟 世界去拜託明王把他的太太放回來 對不對 然後廢了很大的周章 用他的情深感動了明王 然後呢 明王就說 那你可以帶你太太離開明界 但是你要記得一件事 你離開明界之前 不可以回頭看他 你回頭看了的話 太太就會掉回 這個死人的世界 結果他就 到最後的時候覺得 後面有沒有人很擔心 然後就回頭看了 就 回頭一看的那個動作 讓他太太萬劫不復掉回去了 這個東西其實是 這個講到 代傳反應的時候啊 那個 我之後想要推薦的一本書 就賽斯書裡面講到的一個理論 就是說你 要 給負面的信念能量 必須要靠行動 就是你做出一個什麼事情 去跟你的這個內心深處的恐懼啊 起反應 那那個東西就很容易現這樣化 那這個天晴座的神話呢 在日本也有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神話啊 就是日本的這個神話故事裡面 那個創世神啊 那兩個神也是那個太太死掉 然後那個丈夫到冥界去把他帶回來 然後 一回頭 然後就 那個太太又爛掉了 又變成會死人了 之類的啊 就是 這樣子的故事 我覺得在我們的神話的 就是 因為我覺得神話這個東西啊 就有點像是 靈魂的世界或者是夢的世界啊 透過一些象徵符號 傳遞到我們這個世界的訊息 那所以 這些這些事情喔 在 我個人的人生體驗裡面 覺得這是很真實的 而這個很真實的事情 像我在課堂講過太多次的這個例子 對不對 就是 因為現在的人很多人都變成所謂的養生狂 是不是 就是 因為怕生病 然後就拼命保養 拼命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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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這個拼命保養這件事情 真的 會 讓你的身體 比較 健康比較長命嗎 其實這是一個 很 曖昧的事情 我只能說很曖昧 首先 我覺得這東西是我們整個余甫片講過以後 我們可以再來反省這個話題 因為我們人生裡面有太多類似的話題可以反省 像莊子呢 他在課藝篇裡面就在罵這個 什麼東西啊 罵這個做導引的人 他就說有人學啊 什麼熊啊 鳥啊 這個姿勢想要活久一點 他就覺得這個太課藝了 也就是 我們一般都會認為 道家的心法 跟道家的什麼 內功 氣功 應該是合而為一的 對不對 可是在莊子的世界很明顯的是 有衝突點的 就莊子 比較會認為說 你如果是為了怕死喔 而做這個做那個 那最後你的能量還是會凝聚在死這件事情上面 那 那人要怎麼辦呢 那你說 所以我 應該 都不要養生嗎 就是 喔 你說 我因為怕幹不好 所以不敢熬夜 不敢喝酒 所以我現在要 相反的力量跟他打仗 所以我要多熬夜多喝酒 這樣幹就會好嗎 那 也不是這樣吧 對不對 這代常反應的難是在於 你 做A不對 可是做B好像也沒有對耶 是不是 就是 簡單來說這個負面信念 你直接就是做一些什麼 多熬夜多喝酒 幫助你快點死的 那叫做完全屈服於負面信念吧 可是呢 你如果跟他抗爭對不對 不熬夜不喝酒 戰戰兢兢的 什麼有毒的東西都不敢吃 吃得很有機無毒健康 可是 就是 這樣子做 其實 以辯論能量來講 是不是還是在給那個負面的信念力量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台灣 最常見到就是 有機無毒健康的結果 就是死於癌症嗎 這最多 這 廣大的民眾裡面 逼逼皆是 因為 如果我要隨便捏造一個理由的話 就是 比如說 吃得很素的人 膽固醇很少 膽固醇很少的話 身體上 基本上膽固醇的能力就會爛很多 就膽固醇很多的人 自己很會膽固醇 那你膽固醇吃得很少 你吃得那麼無毒 那麼素 那你身體基本上 就分不出什麼是癌細胞了 然後 癌細胞真的長大坨 那也沒辦法 但是這只是一個 姑且亂講的理由 那我大概也可以講 你看 慈濟原子餘還真的最多 但這也是姑且亂講的理由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當我們啊 好像為了要逃避這個負面的東西 自己的開始狂奔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在給他能量 當然你也不能說 我為了逃避這個 身體不健康而狂奔 我一定就會身體不健康 那不見得 有一些養生狂 直到現在我看起來還蠻健壯的 問題是 我覺得 這個話講得再白一點 就是說 你知道 結果是哪一種人活得最久 就是有很多人 雖然有一些小病小痛 可是他都能夠維持一定的生命品質 安安穩穩的活到八九十歲以上 就這種人還是有對不對 如果你要我說我專注在這種 好像沒有特別努力養生 但是卻可以安穩的活到八九十歲的人 如果專注在這些例子上 的話 我覺得我觀察到的是怎麼樣的一種人 就比如說大陸有一個老中醫 前一陣子 前一些年 前一兩年過世了 那他 在過世以前他已經活到八十幾歲 大家都覺得這老醫生活得很久 那 就有人問他是怎麼養生的 他說 不知道 他說我其實一直以來 從年輕開始身體就從來沒有好過 所以呢 我三十幾歲的時候就覺得我大概活不到四十歲 那四十幾歲的時候就覺得我大概活不到五十歲了 然後五十幾歲就覺得我差不多活不到六十歲了 然後就覺得 大概隨時就會死吧 然後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就糊裡糊裡糊裡就活到八十幾歲 老天爺居然忘了收我 就是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那我外婆也是我覺得活到八十六歲過世 他整個過程也是 因為我外婆也是 一路走來 曾經來到 從大陸來到台灣以後得肺結核 然後呢 又因為沒有錢養孩子 就外公讓他懷孕以後 他就偷偷去墮胎 你知道就連續墮胎 就是做足了那種我們認為傷身的事情 可是他活到八十六歲 而且 健康狀況跟其他老人家比起來算好的 那他也是就覺得說 我覺得他到了 他到了五六十歲以後 他常常都說一句話 他說我是天在養 因為他覺得他完全沒有任何所謂的養生的活動 就既不運動也不幹嘛 也不是很節制飲食也不是幹嘛 就是沒有那個很拼的那一切 就是坐在家裡面就做錯 但是我外婆她是一個很很激奮的人 就是她覺得她是她小孩的母親 她就會很努力的把菜做好吃給她小孩吃 就她的人生是充滿了 在她的氛圍裡面盡情的發揮的 但是她沒有任何養生的活動 那我就覺得 當然不是說活得多麼的健壯 但是就這樣歪歪倒倒的 也就是人生一路走到很末端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呢 就是會讓人有一個反省 就是你想想看 像我的一些老同學老朋友 他們有些人也是當西醫的 那我覺得當西醫的人其實 有他們自己的一套非常激烈的養生邏輯 我想不是每一個人 但是我剛好我認識的朋友裡面有幾個是這樣子 可能是因為他們在他們的工作環境裡面 看了太多人變成不健康 而我們沒有能力去幫助他的狀況 所以對於這個不健康這件事情已經 有一種很 就是深深地欠入那個心中的恐懼了 所以就會變成養生起來有點凶猛 就是這個每個禮拜要約朋友去走山 就是做健行的活動 然後我們開同學會的時候 有誰出去抽一根煙 那個第一個炮灰不是我 有一個人忍不住 所以偷煙煙 然後一走進來 那個當醫生的朋友就把他叫過來 就勸他說你該戒煙 然後就這樣子 非常凝重的 那可是呢 我覺得我們人要面對一個更基本的事實 就是人到最後怎麼死的 其實蠻意外的耶 對不對 你拼命養生之後不小心沒花盆砸死 這種故事很多耶 對不對 就是人真的要怎麼死是防不勝防的耶 到最後只有一個結論就是一定會死就對了 對不對 就是你完全是測不準的狀態 是不是 就是你絕不是你拼命養肝你的肝就不會生病 也不是你拼命跑步你的心臟就不會生病 就連你做什麼養生運動可以養到哪裡 都是完全測不準的 對不對 拼命防癌就不會得癌症嗎 沒這事吧 對不對 每天要摸一摸乳房有沒有硬塊啊 沒有都被你捏出來有了 對不對 所以這 實在是沒有辦法精確控制的事情 那在這個沒有辦法精確控制的事情 你那麼拼喔 你就會怎麼樣 就會有無力感 那個無力感會越來越重 你越做會在心裡面 越累積那種無奈的感覺 因為你如果不是發狂的人 你一定會知道 你不管如何之防備 總有一天死亡會有一個 用某種方法找上你的 是不是 那這個 到最後什麼拆封大驚喜的時候 也不知道你是要哭很小喔 那 那我這邊講到養生只是說 這是一個非常 大家常常會面臨的事情 而且這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對不對 那到底身體要養還是不要養 那我不要隨便說什麼西醫朋友啊 我不要講到西醫 好像是什麼中醫叫敵對西醫 我跟你講我們中醫狂還不是一樣 對不對 像包括我 其實我現在已經在這邊 開始要求自己不要做 不要這麼瘋狂 但是呢 從前我那個第一掛的學生 就是我剛開始 教中醫的時候 那個最早期的那些學生裡面 就有一些 真的被我教成狂人 就是他去那個什麼 就是他隨時都好像 怕自己身體虛掉 所以每天要不停的吃補藥 你知道 然後呢 就弄到去申園買 我去申園買藥的時候 申園的阿財都跟我講 你們那個甜味啊 這麼油啊 真香喔 就是 你知道當你 隨時覺得你身體會虛弱對不對 所以今天要補個聖明 要補個氣 然後再來要補個血 就是你這樣補著補著 你身體會被你搞殘廢耶 你能夠了解那種感覺嗎 就是你什麼時候 覺得身體不行 他自己不行 就是你每做一個進補的動作 都好像是在告訴你的身體 你是沒有自我療癒的能力的 對不對 你是 就 你不吃到地黃就長不出血 那你的身體不就變成很凋屎嗎 對不對 就是 就是你不吃 就是你 要補血 那葡萄也有一點成分 什麼什麼 肉也有一點對不對 就是什麼也有一點成分 就可以長出血的嘛 是不是 那自來水裡面也有鐵鏽的嘛 就是 就是 可是你就是 就是聚焦在那種大補品 我覺得我後期的中醫學 那種好很多 像 小芳他吃中藥吃補藥 就覺得 最近趕搞喔 有點熬夜熬得傷到了 所以吃一點 就 稍微調劑一下 這樣熬夜比較不累 就差不多這種程度 但是呢 我早期的學生就 就很有那種中醫狂的架式 就是 天天都要吃補藥 那樣子吃 其實 就是 我覺得中醫狂人喔 會 包括我本人啊 都會面臨到一個 莫大的無力感 就是 像我這種中醫狂喔 常常會有一種悲哀 就是 那個人 我看他邁向喔 肾有點虛了喔 所以呢 然後他說腰痛 然後睡不好 然後我什麼生氣完啊 像他每天吃這麼一小撮 他吃了三天就說 哇 鮮丹啊 好有效喔 整個身體都改善了 因為他對中醫是也沒什麼感情的 無耗無誤的 所以 藥可以很客觀的發揮這個療效 可是像我們這種藥罐子喔 我跟你講 已經沒有這種鮮丹的藥感了 因為你每天都在吃大拔大拔的盛氣完 你的身體已經被你訓練得非常無能了 所以 吃什麼藥 那感覺感覺會燉掉 你知道 就藥吃多了 到最後藥感變差了 所以 所以到現在喔 你知道 我每次自己都覺得我在一個 很奇怪的那個信念系統那邊擺盪 就是我在教中醫的時候啊 好像很在那邊推廣中醫 然後每次教到中子的時候 就覺得中醫啊 趕快閃開吧 會有那種 對中醫感到非常無力 甚至是有一點憤恨的感覺 就是你如果 如果我的生命喔 如果我的人生 從小到大沒有認識醫生這個東西 沒有看過藥這個東西 所以我還活得健康一點 就感冒就去跑一跑步這樣就好了 就是你知道我們會被醫療系統催眠得很脆弱 而醫療活動就是吃這個藥吃那個藥 中藥也好西藥也好 都變成 加速我們身體惡化的負面催眠去了 所以學中醫學生中醫狂藥越吃越多啊 然後越吃越沒有效 然後你就會開始慌掉 陷入恐慌 那麼我最近就接到一個電話 就是有一個人輾轉打聽到我的電話 是在南部的一個中醫師 他就好像兩三年前吃藥把自己吃壞了 然後呢就身體再也沒有好過 然後他現在的狀況是他會有很嚴重的心計之類的問題 而他去做西醫的檢查 那個西醫檢查說你這個 在心電圖上面是沒有異常的 所以你應該要歸類於恐慌症這樣子 就是他是變成恐慌症 那這一位朋友呢 他打電話給我跟我談他的問題 當然他也是行內人 就講得都很細索啊 吃什麼藥啊什麼都講得很仔細 可是我聽他就 有一種就好像希望我站在一個同行的立場 然後給他一點吃藥的建議 可是我接到他的電話 聽他講了滿久之後 我跟他講說 你們可以去找一個心理諮商員談一談 因為我覺得 這個朋友他在電話裡面跟我強調 我是一個中醫的狂性者 我聽了以後就覺得說 你知道中醫的狂性者的意思就是說 任何問題都覺得你可以找到一個先單去解決他 就是你吃了這包藥什麼事都沒有了 可是我覺得你想想看 一個中醫的狂性者 然後瘋狂的吃藥吃了三年 然後把整個身體都吃亂掉 然後你越學的多 試的藥越多 身體越亂 那你是不是會活在一種對中醫的極端的恐慌的狀態裡面 就是我已經不太知道中醫是什麼東西了 就是你跟他的關係已經亂掉了 那 而你跟他的關係亂掉之後 你很可能會 以代償反應的方式 更加的想抓緊中醫 就像是我們人際關係也常常是如此啊 你跟一個人關係越不對勁 你越是好像拼命修補這個關係 就越壞的關係有時候反而越難放手 不是絕對但是有對不對 那 可是呢 他如果 不去看他內心已經對中醫失去信心的這個事實 甚至我覺得以我的觀察也覺得 這只是覺得不是定論 我沒有看那麼仔細 我也覺得說 他的問題很可能是 比較是心理層面 或者信念結構的一些根本的問題 只是透過一連串的中藥亂吃 讓他變成恐慌症 但是他如果不經過這一段的中藥亂吃 他還是有可能自己產生類似的精神上的問題 那 可是 如果我 繼續去支持他這個中藥萬能的想法 就繼續支持他對中藥的這個狂熱的感覺的話 我覺得我等於是在惡化他的恐慌症 因為他的中藥的狂熱跟他的恐慌是一體兩面的東西 你加強哪一邊另外一邊都會更強 這個 那這樣子的一種狂熱性質 呃我們不要說到中藥喔 我從天常常講一個話在那邊損那個在傳教的教徒 那我就說 其實你任何一個東西喔 你跟他的關係沒有辦法真的那麼親密那麼好的時候喔 人都很可能會陷入一種傳教的狂熱裡面 就比如說喔 呃我如果直接講到宗教層面會講的有點太兇害 就是 呃 比如說宗教層面來講的話 我說 基督徒常常會有一種傳教熱情對不對 可是呢 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每一個基督徒跟上帝之間的關係都還那麼差的時候 那個傳教熱情很可能是帶上反應 因為我的生命裡面 我一直希望能夠感受上帝的存在 可是上帝在這裡也讓我失望 那裡也讓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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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慌掉了之後喔 要怎麼辦 去說服別人相信上帝 因為 我如果能夠說服別人相信上帝 我都能夠讓別人都相信 那一定上帝是存在的 那是一個代常反應 那如果是一個我覺得 因為一個道家的這種比較陰柔的修煉的地場來講的話 我就覺得道家的人一旦開始能夠覺得自己跟自己的潛在意識或者說 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力量有所連結的時候 其實道家人的感覺就會覺得說 這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事嗎 有什麼好傳的 對不對 就覺得這是大家都可以擁有的一種感受 這個沒有什麼好囉嗦的嘛 就好像是 我們講的比較冠冕堂皇一點喔 就是你看得到自己裡面的佛性的時候 你看誰也看得到它裡面的佛性 所以你就不太能夠傳了 就是會覺得說大家裡面都有同樣的力量一直在那裡 你不知道怎麼叫它傳 對不對 就要你相信很奇怪 就已經在那邊的東西為什麼要相信 對不對 桌上就放著一杯水 我還會強調你要相信那杯水在那裡嗎 你就會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就整個傳教熱情會消滅掉 那 所以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如果真的我們在修煉上面能夠跟這個更好的力量有所連結的話 那個傳教熱情應該會沒有掉才對的 因為不可能存在 就邏輯上不可能存在吧 你桌上有一杯水 我幹嘛說服你相信它有 就是不可能存在才是對的 那 那 那這個 那像那個什麼 直銷對不對 我覺得直銷那個 也會有傳教熱情對不對 就是一直要讓你相信你做直銷就會快樂啊 什麼的 就只要有錢就會富有 就人生變美好啊之類之類的 就所以呢 我們現在 就是類似宗教結構的 就是什麼 新興宗教 什麼 永久安利好皮膚 新皮膚 然後澳洲苦茶油教 對不對 就是 那個 那就永久安利好皮 新皮膚 澳洲苦茶油公司啊 那這個 要 要翻譯嗎 Forever 就是 就是 這些這些他們在傳教的時候 有的時候拿起一個牙膏對不對 就告訴你是牙膏多強 然後就 你知道 他講到牙膏又可以刷頭毛 又可以抓牙又可以刷汽車 可以刷馬桶 你知道就 我會覺得這個是狂人來的 但是 你知道 我覺得 當一個人會在那邊 用一種發狂的方法 告訴你這條牙膏有多強的時候 其實代表他其實真的在刷那個牙膏的時候 可能快感是不夠的 如果你真的刷那個牙膏覺得很有快感的話 其實 真的不用那麼用力講 因為 實際上你講了那個話 你不覺得很無力嗎 那一條八百塊的牙膏你要拿去刷馬桶 就什麼 我們的牙膏要把是多功能 對不對 Multi function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牙膏又可以刷頭毛 又可以刷廁所 又可以刷汽車 我覺得 那麼貴的東西 我不可以拿去刷汽車跟馬桶的啦 就是 但是呢 當你真的跟一個東西的感情很好 這種 我 我自己就覺得我是 呃 在 中醫班就是很明顯的是那種 超級銷售員嘛 對不對 講到盛氣完就會掀起盛氣完搶購蜂巢 講到大王蔗桶完就會掀起大王蔗桶完搶購蜂巢 然後同學買了一罐都不知道要吃什麼 然後放到那邊撿個八分 就是 但是 為什麼我那樣淡淡的講 就會變成造成搶購蜂巢呢 而且錢都還沒有進我口袋耶 對不對 更遠 這個 那是因為我真的跟那個藥感情很好 因為我 跟那個藥感情很好 所以我 藥都淡淡的隨便講一講 然後大家就瘋狂去買了 所以我就覺得 真正的感染力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是比較自然的 可是 你如果 沒有跟他建立一個真正的感受的連結 然後就在那邊 用那種很誇張的詞彙 說那個什麼 牙膏可以刷馬桶之類的那種奇怪的說法 其實 我就覺得這東西就算到 代償反應的範圍 那代償反應當然是很多啦 那我剛剛講這件話 可能同學覺得這是 這是在搞笑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不是搞笑 因為代償反應在我們人生裡面 最恐怖的地方呢 是在於 我們每陷入一個代償反應之後 我們就會長期的 我們的頭腦會長期的對自己 在這個項度裡面說謊 然後呢這個說謊的部分 如果越來越多的話 這個人就會整個人會假掉 就是我覺得人喔 自己騙自己是一個很糟糕的事情 那是一個能量上面非常非常傷的事情 那我們講一個最微不足道的代償反應好了 比如說我的助教就常常會吐我的吵 他說叔叔啊 上次我們在整理上課檔喔 就聽到你在講課的時候 講到不好笑的地方 自己笑得很高興 真的啦 我覺得我們講話的人喔 常常會犯到這個 我覺得我已經努力改了六年了 還是沒有改掉 人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跟人在相處的時候 一個人他如果講話 講到一些很無聊的內容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笑不出來 他會自己搶先笑出來 同學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如果你去觀察 我覺得是觀察得到的 因為我 被他們講了之後 我就覺得一個人被罵太孤單了 趕快打開電視看各種訪談節目 就看到很多名嘴都是這樣子 就所以啊 你那個老公 你就算給他放生嗎 哈哈哈哈 就像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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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笑我點喔 我跟你講 那個人他會自己搶先狂笑 一定是清楚的知道自己講的不好笑 為了遮那個羞 就是我是名嘴 可是我講的話還那麼不好笑 他是遮那個羞所以才笑 可是 妙的是 因為我也是有這個毛病的人 我非常清楚 就是當你自己搶先狂笑之後 你再回憶起這段回憶的時候啊 你就會覺得 嗯 我剛剛發表了一堆幽默的言論 你會 你自己狂笑之後啊 你就會忘記你講了好多話 人家聽起來都是很冰的 就是那個笑是一個對自己的說謊 那當然有的時候喔 也不只是笑不笑的問題 就像我的年輕時代啊 那個時候有一個台叫做MTV台 現在也是有啦 對不對 那MTV台 介紹那個很多歌 那個介紹歌的主持人啊 其實也不見得每一首歌他都愛嘛 對不對 那 因為每個人胃口其實都不一定很寬廣對不對 可是 那主持人介紹什麼 本週的前十名排行榜 比如說某某歌現在這什麼歌 很勁爆很當紅耶 大家來聽聽看吧 就是那個 你知道就是那個多餘的那個 動作啊 就是 其實你會看出 那主持人真的對這個歌 是有點心虛缺缺啦 因為我自己 教日文課的時候 我也是介紹歌 我自己真的很愛的歌 我會跟你講很多 比如說這個歌的背景故事啊 什麼裡面的意思啊 就我有很多很想分享的東西 就不是那樣 這個歌很勁爆喔 過癮喔 耶 然後再來聽吧 就是 就是這種多餘的小動作 這也可以就是在場反應嘛 那你就知道這個主持人 他自己也覺得無聊了 那這個 像 我的 這個 郭秘書啊 他也是很好玩 郭秘書跟我兩個人 我跟他是很老朋友的 很熟了 他一個人在我家跟我談一些事情的時候 郭秘書談話的時候是很沉穩的 就是 就 安然的像個患者一樣坐在諮商椅上 然後呢 想什麼都是這樣的 很平靜的講出他所想所感 就是非常的 安詳的一個談話狀態 可是呢 這個人就是 不能給他觀眾 就是他如果在一群人面前講話 他覺得有某幾個人 不是他的熟朋友 而是觀眾的時候 他講一件事情就這樣 你知道就是 就是 不斷的有很多 莫名的手勢 有的時候我還要拿東西打他的手勢 你真是手勢 就是 就是 他有一點怕人家覺得他講話不好玩的時候 那個多餘的那個閃光動作 就很多 那像這樣子 像 我這樣子的這個 朋友啊 因為 你真的不能要求你的每一個朋友 講話都要很幽默很風趣 這是太過分的要求了 可是呢 像 有時候 我就覺得 厲害的是什麼呢 就是 那種講話特別冰喔 講話特別沒有趣味的人喔 他的那個代償性的狂笑反而特別多 就我一個朋友他 他就 比如說 我跟他坐電梯喔 從一樓坐到十樓 然後 電梯裡面還有一個 不認識的陌生的小姐 所以 我就聽他講話我都不吭聲 然後 那個朋友就在講他什麼 啊 我在上班的時候 我的那個相當老師的啊 就是我那校長啊 怎麼樣啊 我那天遲到 校長就覺得我怎麼遲到那麼多天啊 然後 我 從一樓憋著一口氣到十樓走出來啊 然後我就 偷偷跟他講 就是說 我剛在電梯裡面聽我 聽你講話 我差點就要抹脖子了 就是因為無聊到我很想在那邊就自殺了 然後 那朋友聽了就非常 就很錯愕 他就 那種 不敢相信的那個表情 當然也是有種自尊受傷啊 結果他 覺得說 我不是講話很有趣的嗎 就是那種 不可置信的那個表情 可是這個朋友應該是我的朋友裡面 數一數二的講話無聊的朋友 可是他那種 你說他講話好無聊他 完全不敢相信的那個樣子喔 我相信那個感受也是真的 就是代償反應會幫助我們 遮掩自己的 遮掩自己的那個 真正的認識 對自己真正的認識跟想法 那 還有一個我覺得在 日常生活之中 很常常會遇到的 代償反應的例子 就是 你明明沒有那麼愛你的這個長輩 或者沒有愛你的這個孩子 其實 你悶心自問 你也曉得你對他沒有那麼愛 可是正是因為你對他沒有那麼愛 所以你很努力去對他好 就覺得好像怕人家識破你不夠愛這件事情一樣 很努力對他好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對你的一個家人 無論他是長輩或者是完備 你很努力在對他好的時候 因為那是努力對不對 努力就是勉強 勉強就有不甘心 不甘心的時候就會覺得我在為你犧牲 因為真正愛孩子的人 愛長輩的人 他為孩子做什麼事 他一點都不覺得自己在犧牲 他覺得很快樂 對不對 我買個玩具給小孩 小孩高興我也高興嘛 對不對 我買個蛋糕給媽媽媽媽媽高興我也高興嘛 那個沒有任何犧牲的 是因為你不夠愛 所以才會覺得在犧牲 可是 你犧牲了之後 就是 從你不愛 到你為他努力付出 這已經是一窮 第一窮的代償反應了對不對 那可是你犧牲了之後呢 你開始用犧牲在自我欺騙之後 過個幾年之後 你又會出現第二重的代償反應 就是比如說你在面對你的孩子 會說 媽媽這麼愛你 你怎麼可以傷媽媽的心 你怎麼可以不笑 我當天你這麼好 你怎麼可以 我問你犧牲了這麼多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就開始變成討債鬼了 就理直氣壯了對不對 就都拿罪惡感 在勒索你周遭的家人了 那這樣的一個拿 對方的罪惡感 來勒索對方的 這樣的作為 已經是要第二重的代償反應了 就是你已經忘記了 其實你一開始就不愛他這件事 那因為不愛他你硬的去愛 愛了之後就變成討債鬼 然後好像別人欠了你一輩子一樣 那這樣的代償反應我覺得對人心來講 不要說對別人 對那個人本人來講是非常傷的 因為他徹頭徹尾都沒有愛過 可是他卻自認回自己是 盡了全力在愛他周遭的人 那現實跟他以為的落差 未免也太大了吧 對不對 這樣子這個整個心的感知力 就已經偏曲掉了 那 那像 這個 我們說 像 我說這個人啊 講話不好笑的時候 有時候自己會先搶先狂笑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對不對 那 這個類似的動作 你說哪一種人 我最常在他身上看到啊 其實 並不見得是那種講話很病的人 我覺得最常看到的是 心理諮商業界的朋友 就是心理諮商師啊 那個業界的人 我不是說每一個啊 都是有一些 他們 他們 處理人的那個負面的情緒已經處理到怕了 所以他們幾乎是 一感覺到自己內在有一點慌喔 就會開始 讓自己笑出來 表現自己是很正面 很有熱情的 很怎麼樣的 就是 所以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他那個教的 教出的那個社大 是那個盧州社大 那盧州社大是 比較是 心理諮商員團隊成立的社大 那他又覺得他的同事都瘋瘋的 就是 任何時候啊 大家辦一個什麼活動什麼的 都在那邊裝開心 就好像不能流露出一點那個負面的部分 就有誰在不高興他 就趕快 煽動你要高興喔 就是 那我覺得 這樣子的東西其實已經是陷入代償反應喔 那還有就是 我覺得我們的 整個 處理代償反應 我覺得整個 整個重要的關鍵就是 要心向內 就是你不能再表演給別人看了 因為代償反應的發聲常常都是 我不愛我的孩子 可是我怕人家看出我不愛孩子 我講的笑話不好笑 可是我怕別人覺得我笑話不好笑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對人心來講喔 比較健康的 到底是 去遮掩事實 讓自己可以感受到一時性的安寧好呢 還是 雖然不舒服 但是去承認事實 才是比較健康的 那這個心向內的勇氣 我覺得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價值的選擇 就是 我們寧願 好好的去面對那些 讓我們不舒服的事實 也不要為了貪圖那種 很廉價的舒服 去逃開這個事實 那這個 就是 就像我前兩堂課在那邊 拿起圈度假開刀啊 說他在對我的時候 都在看我的臉色 都沒有在心向內 就是 這樣的事情 我們有的時候 真的在面對一個別人的時候 整個人就 只在顧著 注意對方有沒有不高興 對不對 對方對我們是不是滿意 可是 忘了 我自己對自己是不是滿意的 那我覺得 人一個很重要的核心訓練 就是說 我們要有能力 自己看自己 就是 我過去也曾經罵過丁助教 就是說 你 不可以說 跟我互動的時候是在 做好一件事實在滿足我的需要 我說 你做好一件事 代表你愛惜你這個人的人生 我希望你做好一件事的理由 是因為你愛你自己 而不是為了愛我 就是 我罵丁助教 這個話是過去到現在 一天到晚在罵的 那 齊軒也曾經被我類似的罵過一次 那也是一個 又臭又長又不好笑的故事啦 就是 現在先講不好笑 但常反應 因為到時候萬一自己就忍不住笑出來 你就會覺得我很餅還在那裡笑 因為已經陷入多重代常反應 你知道我這個人真難搞 那個 就是 就是齊軒 他們那個工作 不是說 下課做豆漿給大家吃嗎 就核桃黑豆豆漿 那結果呢 就是曾經連續差不多三四個禮拜吧 就是齊軒 第一個禮拜呢 好像 水太多了 豆漿一點稀 然後他做出來就問 你們吃吃看會不會太稀 然後呢 又過一個禮拜又水加太少 太濃稠了 然後又問我們 你們喝喝看會不會太濃 然後呢 過了一個禮拜呢 又做得好像有點太甜了 然後他就問我們 你們喝喝看會不會太甜 然後過一個禮拜好像糖加少了 然後就問我們 你們喝喝看會不會太淡 然後我就忍不住罵了 我說 你為什麼不做一鍋 不醜 不稀 不甜不淡的豆漿來給我呢 就說 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自己要負責品管啊 對不對 就是你愛你的人生的話 你自己給我做出一碗 就是那個像什麼中華小廚師 會有龍鳳飛出來的豆漿好不好 你做豆漿做得不好 然後我們不罵你 你就會放自己過關了 你感覺很 就是很 很IQ啊 對不對 就是重點不是我們放你過關 是你自己能不能放你自己過關 就是 我們都不忍責怪 對不對 就是你也不是什麼阿基師 對不對 不會用那個標準要求你 不會用那個標準要求你 可是 我們放你過關沒有意義啊 重點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做得不好啊 對不對 所以你 就這種事情 我們其實常常可以搬到工作上面 對不對 我們常常會覺得這件事情 混得過老闆的髮眼就好了 可是 不是這樣的 問題是 我們自己會知道自己哪裡沒有做好 而 自己好好的關照自己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而這個 我不希望我們用那種 呃 用這種阿 許許多多的代償反應 讓我們逃離了真正的自己 那 像現在 很多的年輕人喔 已經不只是女孩子了 很多男孩子都這樣子 就是 很會半可愛 就是 比如說有個事情說他做得不對 他說 阿人家哪有對不對 這男女都會了 那 那 問題是 你在半可愛的那個當下 我認為 如果 時間就在這一秒停下來 讓你悶心自問 你應該知道 你是處在一個不可愛的狀態吧 對不對 就你做了一些讓人討厭的事情了 你才需要半可愛 是不是 如果你沒有討人厭的話 你根本不用半可愛 所以 半可愛 也是一個代償反應 是不是 就是我們的人生 多多少少 好像都要面臨某種代償反應 對不對 就像是 我們 上台演講的時候 我覺得我小時候最會了 緊張的腳都軟了 可是被 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被推派去 上台演講 也不是不知道為什麼吧 就是 外選人家庭 在那種 國小時代 總是 小孩子講的那個 國語的口條 總是會比較 被老師懸上 對不對 就是那種 國民黨當政的時代 總是不希望 上台演講 是台灣國語 那所以呢 就是上台都已經很荒了 對不對 然後還要 露出一抹 很自私化的笑容 讓你覺得 我沒有在荒 我很從容 然後最後還要說 中華國萬歲 就是 我覺得 現在想來又覺得 我當年在講什麼東西啊 就是 其實整個那種 笑咪咪的表情 只是在 遮眼 我根本不知道 我要跟你講什麼 對不對 就是底下一群 評審老師 你不愛我 我也不愛你 我跟你有什麼好聊的 是不是 我覺得我這件事情 至少我到現在 就比較輕鬆了 我真的是 那時候去設大應徵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講過對不對 就是跟你講 對不起啦 不知道要講什麼 就你們不要我就算了 那我也不要你 就是 就是 那種 心情上去 這個部分現在好很多了 就已經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其實 不曉得 各位同學有沒有可以對號入座的點 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 是不是多多少少还会受代常反应的支配 然后这个代常反应的部分 越来越多 我们的人生就越来越假 然后假到后来会怎么样呢 就是最恶劣的代常反应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圣人 真的就是中国儒家说的圣人 就是让你变成一个极端之 什么孝顺父母啊 什么什么道德完美啊 然后什么又谦虚啊 又是行善助人啊 就是所有的美德都具备的圣人 可是在道家的眼中最恐怖的就是 当你用代常反应把自己变成一个圣人的时候 你里面的能量全部都坏掉 那我认为我们这个 随便台湾啊 你如果随便敲敲门去看一下一个 随便哪一家人去看吧 随便看两家人就会看得到吧 就是他们家可能会有一位 得高望重的谁谁谁 现在正因为绝症 而在生死边缘挣扎吧 这很容易遇到吧 对不对 就是 当你的所有的好 就是这个社会上 像从表面上看起来你很OK的那些特质 你练到很完美的时候 如果这个好是来自于代常反应的话 那问题就太大了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危险的事情 就像 一直到现在 我说的现在是只是一直到昨天今天 我都还在反省 就是说 我会喜欢中医 到底是我爱中医 还是代常反应 就是 有没有可能是 我对自己的生命本身 对自己的健康 有很多的不安跟不信赖 所以我才会变成一个 医学 就是医药的爱好者 这件事情 如果我的人生 没有那些对自己的健康的不安的话 我说不定 这整件事情对我来讲会是一个 我更没有热情的事情 当然我这样讲也 可能会觉得这样子的评论会太刻薄 我只是说这是一个怀疑而已 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的是 我会希望我能够用的药越来越少 对不对 就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是越来越健康的 越来越不需要用到药的 那我也会希望我们终有一天 我们的心理能够健康到 很多物质性的药物是可以不要用的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认为的愿景 但是呢 我觉得再退回几年来讲的话 就当我还相当的有那种 中医狂的头脑的时候 我好像就会好像很多事情希望就是 用药物解决 就是你忧郁症 希望能够开哪一天药 能够让你不要忧郁 就是说你怎样怎样 身体有什么这样不舒服 长期的慢性的头痛或怎么样 你吃无助一汤马上就可以好多少 就我可能会有过去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中医万能的那种狂热 可是 就用个药把它解决掉 我觉得这对人的心不好 那更何况是更大的疾病 对不对 就是更重大的疾病的话 更让人造成困扰的疾病 我觉得这有更多的心理的因素在那个地方 那 在这样的想法之下 我就觉得 一副就是中医万能 我要用开药来解决世界问题 这种想法 我觉得 不但是傲慢 而且是不厚道 因为你解决它的 这个东西 可能你的药用得很强 刚好就可以解决 但是它很快会陷入另外一个困境 它的那个 生命的能量 还是没有转到一个好的方向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困难 那这个 余辅篇 我想 硬的要花十分钟 把把第一段读掉也没什么意思 那不然就休息二十分钟再回来读好了